脑胶脂瘤作为一种神经上皮性肿瘤 目前它的确切病因还不十分清楚 只有一些相关的高危因素可以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是头部接受治疗剂量的放射线的辐射 例如以前治疗头部的一些皮肤性的疾病进行头部的放射治疗 治疗鼻咽癌和面部的疾病进行了头部的放射治疗等 有一些病人在多年的放射治疗基础上发生了胶脂瘤 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类型的病毒感染 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经过多年的时间会造成患者肿瘤的异常增值 另外还有一些像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 有一些胶脂瘤发生于神经肿瘤综合征的患者 这些患者通常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基因发生了突变 造成了对肿瘤的易感性 从而形成了胶内的胶脂瘤 还有一些像 长时间接触有机化合物 以及大量食用这种亚硝酸盐污染的食品 或者亚硝酸盐处理过的食物